今天要跟进一些最新的动态,是怎样呢? 外交上最近有两个很热的新闻, 但是在进展,暂时未有成事, 但都很难讲了, 除了我上个星期讲过的, 蔡英文忽然间传闻他4月去美国, 这个有待發酵, 另外最近两个新闻是怎样呢? 第一,红都拉斯, 忽然间一个新的总统上台后, 他那时候都会讲, 他会积极寻求跟北京建交, 现在忽然间在他自己本身的社交媒体裡面说, 这个行动我已经是知,不是知会, 即是台湾是知的了, 他会很积极去做这件事, 从下面暗中做, 跟着浮面,还讲出来, 大家都知道,国际上这些来讲, 你每一个步骤, 你都可能有背后的盘算, 此其一,大陆就说我欢迎你这样的取态, 这个消息,我欢迎台湾那方面, 就说立刻很关切, 立刻召红都拉斯驻台湾那边的负责人大使过去, 现在大家要發觉, 在台底打牌去了台面了, 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就是, 又在台底打的牌慢慢去浮面的, 但是讲得出来, 很可能假戏不妨当真做, 那套戏我想会造成, 但是戏的戏肉是怎样的, 真正的背后怎样又不知道, 是什麽呢, 就是习近平将会访问俄罗斯, 这个来讲,中俄关係友好、稳定、强化, 这个强化是实质的强化, 大家看到了, 不过现在消息就讲, 习近平跟保经见完之后, 或者对话完之后, 他还会跟乌克兰总统习联斯基通电话, 而习联斯基较早时候又有消息讲, 他主动希望跟习近平通电话, 然后希望中国发挥一些影响力, 解决俄污问题, 不过中国的消息就说, 习近平未有反应,很静, 现在忽然传这个消息出来, 几多成真几多成假就不知了, 但是国际上我经常讲, 假气不防当真做, 促使气假变成真, 能不能够令到那套戏按自己的意愿做呢, 就是以观后效了。 好了,这两个新闻一放在一起, 大家觉得国际政治都是以言恶诈的, 都是讲利益的, 但是两者丢在一起, 再放在现在中美的角力之下, 你便会發觉局势更复杂了, 美国刚刚跟澳洲、日本搞定了, 还有法国潜艇, 日本跟美国南韩四方军事联盟, 跟着美国跟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军机, 美国的无人机这样掉下去, 版本是很有趣的, 版本是俄罗斯的战机在美国的无人机的顶里面, 故意放油这样弄下去, 于是那架无人机失汗就掉了, 美国另外一版本,我不详细讲了, 我只是想说明一件事, 俄罗斯习近平跟习连斯基对话是突破, 而这个红都拉斯与北京建交, 与台湾断交在这个时候出现, 其实就算明背后很多东西了, 我们看台湾的传媒怎样讲这个与红都拉斯的关係呢, 慢慢搬了些数出来, 其实大家都知道国际政治就是, 就是说哪个强国或者哪个有钱的政府, 他就可以去支持一个他心仪或者大家互相合合的, 台湾跟红都拉斯的关係就是这样, 或者跟其他邦交国关係就是这样, 跟着计算一下数字, 如果以大国的外交来看, 银到不银, 小疑科都小疑疑科, 裡面提到那些涉及的钱不过30亿美元, 而最近触發道火线, 那个来讲3亿美元而已, 还有说平时过去台湾给红都拉斯的贷款等等, 都是几千万美金而已, 你积累起来都很难计, 因为两者的关係都有一定的时间, 正因为这些新闻反映了红都拉斯本身的经济有问题, 而且他自己本身不单只是欠台湾的债, 他还到处借钱, 现在积累起来的债, 就希望台湾能够拨多些资源去支援这个友邦国家, 台湾说你向其他国家或政府借钱, 借完你便无得还, 无得还来问我, 常贫难顾的, 大家在国际上都计数, 究竟我这笔钱放我出去划不划算的, 所以在这个新的贷款或支援上面, 台湾就无那麽积极反应了, 于是红都拉斯新的总统就跳草裙舞了, 他无即刻说我与台湾断交, 但是他说我与北京在谈谈的, 红都拉斯为什麽这样呢, 一来北京大家都看钱, 如果北京扔几十亿出来是很容易的, 何况你现在三亿有一个项目要埋单, 据讲是水库来的, 欠三亿埋不了单, 北京说三亿用什麽呢, 不过你唯一的条件是一定要跟台湾断交, 红都拉斯就想在北京拿三亿, 在台湾裡面是长期拿很多亿, 所以他现在又不会跟台湾断交, 跟着还有一件事, 红都拉斯附近就是美国, 他又要看美国, 美国又会不会站在旁边, 加一只脚踩到红都拉斯那裡呢, 因为美国自己都担心的, 如果红都拉斯跟北京建交, 是否美国身边多了一个北京可用的国家, 大家就是这样计数而已, 所以现在的状态令到如果蔡英文四月去美国, 又去那些南美的国家裡面, 据讲现在红都拉斯不是行情之一, 从种种迹象来看, 所以很可能红都拉斯找北京的乘数都不少了, 正因为这样的时候, 从台湾的角度它会怎样解读呢? 它的解读就是, 北京现在又在外交战上面, 逐步逐步局限台湾, 然后在未来两岸如果發生什麽的磨擦, 包括军事磨擦上面, 它的支援国际上面的升援就少了, 这裡引伸到无限, 是不是这样呢? 不知道,只不过是合理推测。 好了,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北京, 它在现在西方世界, 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围堵, 跟着军事上面, 又美国最近还引发东南亚国家, 跟中国有军事上面的磨擦, 磨擦而已,不是战争,一定不会打的, 因为其它小国它怎会为你两个大国, 大家欠地盘,或者欠领导能力, 这样睡个身去站起来, 任何一边的都不会的, 历来都是, 现在经济上面靠中国, 或者在中国上面得益,政治外交君主一定是黏在西方的, 它叫做总体平衡。 好了,忽然间有消息传, 习近平跟习近平跟习近平司机聊天,对话, 这个随着沙特阿拉伯跟伊朗在北京签约见交, 跟着其它中国的国际影响力, 无论真还是假,持久也好, 忽然间强化起来, 某个程度上可以抵消西方的压力。 中国和荷兰, 荷兰,荷兰的副首相兼外长在德国与王毅见了一面。 见了一面之后,大家看新闻, 就是荷兰与日本与美国答应, 在高端芯片上去压制中国,不是东西给你, 不过后来又听到消息, 这些外交界,商界都知道的了, 就是荷兰答应既然有美国的压力, 它就不会冲着美国的压力去的, 在设定标准之下, 荷兰继续跟中国做生意,是吧? 所以每一个国家都会想自己, 美国它希望能够就是我,我是头头,你其他跟我, 现在欧洲都不是这样, 尤其是这几年来, 欧美国家的经济都是浮浮动动,是吧? 现在很多国际的经济专家都讲一件事, 其实全世界经济都不好, 只不过是谁硬力够,硬力够, 捱得久一点,美国现在爆矫谷银行那件事, 接着人家说,喂,有没有递单?不知道的, 按美国的经济,以前那麽大单雷曼事件, 黄泰美、黄利美它后来都经过一段动荡之后, 它都搞了,因为它那个自收能力, 这个就是资本主义, 去到一个关键的位置裡面, 它会发挥一种特殊的作用的, 中国现在外面都这样讲, 中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, 都是资本主义,不过是垄断的, 所以究竟谁硬力强呢?不知道,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,如果习近平又跟习近平对话, 对话我估没有什麽实质的, 但是做好过不做,为什麽呢? 我们看另外一个角度, 你说美国、欧洲, 它想不想尽快解决乌克兰问题呢? 当然想的,是吧? 想的,你所谓解决,你不是说打了俄罗斯, 打倒普京就解决得到, 这一个是眼前它要付出很大代价的,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它支持乌克兰, 然后中国向俄罗斯起一些协调, 以致不要说压制, 令到俄罗斯看到现实, 中国可以这样做, 跟着中国现在我又跟习近平对话, 假如未来的俄乌战争是因为西方的主导或者主力, 西方,因为它出武器,出战,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, 又令到俄乌战争是解决了, 西方的解决一定是西方的压力令到俄罗斯不可以西抗了, 是吧? 而中国又可以解决,是中国的,是习近平, 你看看现在多少国际争夺, 中国是一个个游说, 但是这个力度花下去多大呢?不知道的, 你可以事后讲出来,中国花很多气力, 背后又谁谁游说,中国又答应多少经贸, 你可以这样讲,只有历史才知道,没有人知道, 但是眼前,这个便是本小利大了, 大家想想是不是? 所以去到这个位的时候,关键是中美或者东西, 大家是怎样玩这些棋的,是吧? 所以我经常讲,在国际问题、中外问题上来讲, 我都不一概反对大陆的政策的, 因为全世界政治、国际政治哪有中有奸的, 全部都是想自己本国利益的,是吧? 但是我经常讲,如果这个中国, 它是能够用比较高明的策略, 来处理这个国际问题的话, 为什麽又不可以用高明的策略, 来处理国内民主诉求, 处理香港问题, 反过来给人一个感觉就是说, 你打外面,抗拒外面的时候来讲, 你的思维就是说内部都不要作反, 其实裡面是没有什麽动摇你的根基的力量的, 大家其实说中外问题多数站在中国这边, 官民问题多数站在民那边, 因为两者官民的力量是不对比的,是吧? 你还给人一个感觉借外打内的话, 大家不举才在这裡, 因为大家去到国际层面, 大家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的, 因为是民间来的, 但讲到对内问题, 大家是感同身受的, 你的压力是落到老百姓身上的,是吧? 所以去到这些不要扭一扭了, 你应该尽办法在民间裡面, 拿到最大的凝聚力, 你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, 更强化你一致对外,这个很辨证的。 你千万,官方千万不要解读, 本身人民自發的民主自由的诉求, 这个是本身自發的,不是外来输入, 也不是外面挑拨成功的。 记住,我历来都是这样的, 你说我不听话就好,怎样都好。 这个判断,如果官方与民间判断不同, 只会增加来号而已。 所以,我今天从复杂的国际环境裡面, 是带出如何内外平衡之道, 这些只能够是继续观察和寄望下去了。 民间继续用自己的那种方法, 我经常讲四合院精神, 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、合策, 多个策,合乎策略。 这个以后有机会再找其他话题跟大家讲了,好吗? 好了,今天先交流到这里,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,拜拜